生物方块躲猫猫 玩家点击生物就能变成生物 点击方块就能变成方块 那肯定得变成奇迹小的生物呀 但是躲哪里好呢 很有了 我可以变成树叶 躲在树上呀 玩躲猫猫 拿来一般都不会往上看 躲在这里不是无敌的吗 真的 万一这个臭幼子 已经知道不躲猫猫的习惯 就让我不就等屎吗 不行 我得反击到个形式 躲在地图最底下 这里就不错 只要按住显形件 我们就可以躲在草坠里 而且这个地图是不能攻击的 躲在这里我们是无敌的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无敌点位吗 小猫咪们 都躲好了吗 我幼子狼儿要出来咯 躲好了躲好了 幼子你快来找我吧 哎呀 你又窗奶糖这么嚣张 等我看我怎么教训你 哎 这里有个地下矿洞 窗奶糖 你肯定躲在这里面对不对 不是吧 小幼子 你这么快就发现我了 你也太厉害了吧 哼 我幼子可是美食村躲猫猫大神 窗奶糖 今天你差事难逃了 这里有这么多眼神 我就不信又找得到我 小小岩石 还想抵抗我幼子 看我地毯式搜索 这个地下矿洞 没有矿石 我的找遍了 怎么聪明啊 哈哈 猫咪咪 我也没说 不能来地下放洞啊 什么 如果聪明啊 那我聪明啊 今天给你杀了我 以后等着 这两个臭奶糖会躲在哪里呢 哎 是 奶糖平常躲猫猫 都喜欢躲在高处 嘿嘿 这次它肯定也躲在上面 臭奶糖 都狗的吧 哎 怎么都不在 哈哈 幼子 你也太笨了吧 谁会一直 不在同一个地方啊 哼 臭奶糖 还敢嘲讽我 今天不抓到你 我是不罢休 等等 奶糖的声音这么大 肯定就在附近 嗯 这里怎么一肯奶糖味 臭奶糖 你肯定 不好 我不会暴露了吧 变成了这个小猫 对不对 啊对对对 我就是变成熊猫了 哼 这下看你往哪里跑 我打 我打 哎 怎么不能攻击啊 小子 说你笨 你是真的笨 在迷你 胖达是不能被攻击的 什么 那我岂不是输定了 小猫爸妈 你们有什么办法 制服胖达吗